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业几率也只有1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2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降业几率也是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整体来说呢 台湾最近的天气状况呢 是相当的好 早晚呢舒适 那中午稍微的微热 但并不算是特别的炎热 还不至于要发布太严重的高温资讯 大概就比较集中在台东啦 高雄啦 花莲县重谷啦 可能会有高温的现象注意 其他地方呢 都还算是不错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因为很稳定 所以空气品质不好 所以如果呼吸状况不好的朋友们呢 要小心注意了 这样的天气形态呢 估计呢会一直持续到周末 那么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25度 台南高雄以及花莲26度 那么宜兰24度 台东跟澎湖27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经过了前一天的大屠杀 大跌了之后呢 今天凌晨出现了反弹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美国所公布的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那么它的年增率呢 比预期的还要来得低 那当然还是往上升的啦 年增率8.7% 那么这个数字呢 带给市场一点宽位 所以呢最后市场呢 那么是上涨的 道成工业指数上涨了30点 收盘指数是31135点 涨幅0.1% 纳斯达克上涨了86点 收盘指数是11719点 涨幅0.74%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3点 收盘指数是3946.14点 涨幅0.36% 费成半导体呢 则是上涨了29.24点 收盘指数是2591.51点 涨幅1.14% 好那美股呢 这个在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没有继续的飙高的激励之下呢 终于出现了反弹 那台股相关的ADR呢 涨跌互建国台指期的夜盘呢 也上涨了50点 看今天能不能够酝酿一个反弹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1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8.48美元 涨幅1.34%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0.9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4.10美元 涨幅1% 那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涨跌互建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下跌了1.61% 芝加哥小麦期货 则上涨了1.42% 芝加哥玉米期货 下跌了1.52% 反映的是个别农产品 它的供需的一个状况 好 接着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那么黄金还在继续下跌 下跌了8.3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709美元 跌幅0.48% 白银的期货上涨了0.4% 铜的期货则下跌了1.01%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2.92%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今天凌晨呢 出现了小幅度的拉回 小跌了0.15个百分点 来到109.65% 不过呢 它仍旧是处于在相对的高点 欧元对美元呢 小幅的反弹 反弹了0.14% 来到0.9978美元 对1欧元 在6项呢 主要对美元 就美元指数当中呢 是6种主要货币嘛 包括了像欧元啦 加拿大币啦 英镑啦 瑞士法郎啦 还有日元 那么这里面呢 日元对美元 倒是在今天凌晨呢 大幅度的升值 升值了一个百分点 来到143.14日元 对1美元 主要是呢 日本央行 日本政府啊 昨天呢 采取了一些 准备要干预的 准备工作 那么这一些呢 使得市场呢 开始预期 日本政府会被短期之内呢 干预整个汇率市场 不过一般分析师认为 恐怕效果是有限的 我们等一下再来为大家分析 那至于在欧洲的三大 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收拔 百分之股价指数 下跌了108点 收盘指数是7277点 跌幅1.47% 北海布兰特 这个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呢 下跌了23点 跌幅0.37% 德国法兰克指数 下跌了160点 跌幅1.22%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当欧股还在继续下跌 反映的是 美国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呢 继续的暴力式升息 不只是要升息三码 甚至于呢 升息四码的几率 开始不断的大幅度往上升 现在最新的 就是联准会 就是芝加哥商品期货市场的 Fatewatch 它的这项工具显示呢 交易员认为 下个礼拜联准会升息三码的几率 是百分之六十三 认为升息四码的几率 是百分之三十七 那么这个呢 是导致呢 欧洲股市啊 还有昨天包括了昨天 亚洲股市大跌的重要原因 好不过呢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昨天晚上啊 美国呢公布了八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一般被认为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前缘数字 因为呢 当你的厂商成本提高了之后 最后势必必须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所以生产者物价指数如果居高不下的话呢 后面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很难控制的 但如果生产者物价指数下滑的话呢 那么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有机会被控制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是月减 就八月比七月减少了0.1个百分点 那么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年增百分之八点七 很重要的是它比预期要来得好 因为预期呢 原本认为呢 可能还要在年增百分之八点八 好所以呢 连续两个月下滑 而且又比预期要来得好 所以美股呢反应就是上涨的 不过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 因为那么连续两个月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下滑 主要是因为能源价格下跌 但是呢 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还月增百分之零点四 那么年增了百分之七点三 虽然比七月份的七点六要来得低 可是呢 这意味着呢 有一些僵固型的 年着性比较高的 这一些项目呢 仍旧是持续的在处于高档的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带动着美国股市的上涨 那么不过呢 基因经营人的调查显示呢 现在呢 掌控这一些共同基金的 这一些基金经营人呢 对于未来 现在看起来是超级的 这个看空哦 那么根据BOA 美国银行每个月的调查 在投资经营人当中呢 百分之七十二认为 明年的经济会更加疲弱 而最拥挤的交易 就是大家现在拥挤的去交易的呢 就是美元 所以美元呢 继续强生呢 其实后面也有很多的资金上面的 一个挹注 而现在这些经营经营人呢 手上的现金部位达到了百分之六点一 你不要小看这个六点一 其实已经比平均数字的百分之四点八 高出相当的多 而且呢 这个数字呢 已经创下了2001年911恐怖攻击以来的 最低数最高数字 代表着手上呢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经营人认为 必须要持有相当多的现金 而加码股票的投资人呢 从上个月的负的百分之二十六 更扩大为负的百分之五十二 所以其实主要倾向的是减码 而不是加码 看好未来股市的呢 只剩下不到两成 好 所以呢 从这个经营经营人的调查里头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经营经营人呢 对于未来的情势是不看好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电价会不会成为呢 美国欧洲这一个通膨呢 居高不下的最大的困难 那么根据美国 因为美国才公布了八月份的CPI 那这里面呢 大家注意到的是住房成本 其实还是居高不下 然后另外就是医疗成本 还有包括的其实就是这一个 这个其他医疗成本 还有居住成本 还有食品的成本 都居高不下 另外呢就是电价 美国八月份的电价呢 比去年同期年增率高达15.8% 创了41年来最大的电价涨幅 而且呢根据美国的全国能源协助指导协会 有六分之一的美国家庭 目前欠缴水电费 因为缴不出来 而即将要过冬了 对于美国来说呢 天然气呢是主要发电成本当中 很重要的一环 之所以呢 在油价下跌的情况之下 电价还高居不下 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天然气 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 这个是使得美国的电价呢 在八月份仍旧比去年同期年增15.8%的原因 另外呢欧盟呢 也同样深受能源危机之苦 所以呢 他们现在采取的做法 是要对于发电业 就是这些电力供应的这些公司呢 苛增暴利税 那这个计划呢 预计在9月30号的时候呢 送交欧盟的高峰会呢来讨论 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的是 美国的铁路罢工的问题呢 至今还没有解决 预计呢这个礼拜五 五夜之前必须要谈成协议 否则的话呢 从礼拜六开始呢 美国的铁路运输呢 就会面临罢工 现在拜登的紧急调度 因为这会影响到 通膨会雪上加霜 而且也会对于 粮食跟燃料的这一些运输产生影响 那么另外呢 全球粮荒并没有真正的解决 因为呢从这个联合国介入之后呢 那么确实已经有相当多的谷物输出 但是对于俄罗斯的化学肥料 很多国家还是不敢采购 认为可能会遭遇制裁 所以联合国呢特别提出提出呼吁 其实俄罗斯的粮食跟化学肥料没有被制裁 所以各国可以采购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日本 日本呢昨天呢 直接的宣布就说呢 他们要执行汇率检查 也就是呢你在买汇卖汇的时候呢 你要事先先让央行知道说 你为什么要买 为什么要买 那么一般认为呢 这个呢是日本呢介入汇率市场 干预汇率市场很重要的预备动作 但是呢一般所以也导致了这个日元的汇驾呢 在今天凌晨立即的抖升 但是一般分析师认为 这个效果恐怕非常的有限 现在日本如果想要这个阻止日元不断的贬值 唯一的方法是必须要美国协助日本 共同干预汇市 但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官方态度显然是不愿意的 所以呢这个日元的贬值效应 恐怕短期之内呢 要来化解还是非常的困难 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呢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T 他们宣布呢 跟这个金融科技业者 ThinBuild 合作一个区块链的市型计划 那这个市型计划呢 可以算得上是SWIT进入区块链 很重要的一步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厂 大陆的这个保五钢铁集团 跟全球矿业的重要公司 利拓也是澳洲的这一个矿业公司 利拓呢 共同宣布双方呢 要就位于澳洲西部皮尔巴拉 这一个矿区呢 来共同开采 成立公司共同开采 那他们分别持股46%跟54% 那么这一个合作案一方面呢 对于这个全球的铁矿砂来讲 影响非常的大 但是在中澳的关系 陷入谷底的时候呢 这一个合作案呢 也特别的受到瞩目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受到了全球股灾的影响 都是下跌的 上证综合指数就下跌了 26点收盘指数3237点 跌幅0.8% 深圳城市下跌了148点 收盘指数11774点 跌幅1.25% 香港恒生指数则是大跌了449点 收盘指数是18877点 跌幅高达2.33% 那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台湾呢 昨天呢 是股会双杀 那么除了股市呢 纵跌了236点之外呢 最受瞩目的是会市的部分 一口气贬值了1.98角 盘中的时候 甚至于一度的贬值了2.66角 那么最后呢 收在了31.088 贬破了31的关卡 那么当昨天呢 其实亚洲货币对美元 是全数重贬的 全数贬值的 像韩元贬的最重 贬了1.24% 泰铢贬了1.13% 日元贬了0.84% 而新加坡币呢 也贬值了0.71% 那新台币贬值0.64% 是位于中间 那么菲律宾的PISO 贬值了0.56% 那么人民币 贬值了0.46% 当尖临城呢 这个美元指数呢 小幅度的反弹 亚洲货币呢 日元呢 也出现了反弹 所以呢 后续呢 还是值得观察 而昨天呢 在股市的部分呢 集中市场下跌 大跌了1.59% 不过OTC 开低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 只有小跌了 0.1% 这是一个特色 另外一个呢 是连续57个交易日买超的投信 昨天卖超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后来